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教练跟我说 我是一个大气晚成的球员 人生慢慢来 才会比较快 大家好 我是蔚来车主孟达 CBA总冠军球员 现在是一名篮球教练 好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 107比99 广东湖爱宝宝市在课上取得了胜利 应该说是印象最深的一场球 其实那场球打完第一节 我们觉得这场球赢了 但是大半节的时间里边 我们被彻底翻了过来 没想到那么多 回了去是在哭 我在这个角落哭 大唐在那个角落哭 就我们俩 谈不上恨吧 我觉得是竞技 运动员的这种不服气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今天总决赛 将会在本系里晚 能够为你带来两队 最终四上队的比赛 谁夺冠 都是CBA里 和新的球的过程中 夺冠军 夺冠军那一场球 我睡了挺长时间睡不着 后来我就在群里边 发了一条消息 我说兄弟们 我十一年前 我丢掉了这样一个机会 我不希望作为你们 也品尝我当时的那种痛苦 兄弟们 我们今天加油 争取把他们拿下 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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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一个压抑的一个释放 就是脑子一片空白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我也不知道应该去跟谁拥抱 或者说是跟谁去庆祝 拿了冠军应该算圆梦 可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觉得高岛是在忽悠我 想让我继续打球 但是现在来看 其实可能就是这句话 让我坚持下来了 这件就是我们夺冠元年的比赛符 我的我自己都没有了 就收了一件 但是根本能弄我们小爷的比赛符 我母亲喜欢女孩子 对我的培养 一较重视文化这方面 后来我父亲就说 男孩子还是要活泼一点 要开朗一点 因为以后要走上社会了 要跟人交流 后来就把我送去打球了 我第一次到球场 球滚到我脚边 我都没有去碰她 家人觉得我也不是这块料 然后也是高岛 后来到我们家 跟我母亲说 她说孟达是一个 大气晚成的这样一个球员 她说不要放弃 继续 在我执教的过程中 我在面对我的运动员的时候 每个人有他的不同的状态 我觉得跟每个人的沟通 都要有不同的方式 最常说的是带着脑子来打球 我说静态天赋是比较平庸的 然后身体素质也是比较一般的 我觉得支撑我的更多的 还是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每一个进球都要尽力 运球 传球 跑动 起跳 一击命中 不慌不忙 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快一些 少走一些弯路 不在乱 我说是有点重慌 不可能会有点重慌 我们在海外面 我们在海外面 录像是在海外 那些人可能会有点重慌 现在是在海外